在這個時間,你跟我說我攬炒,我真的覺得莫名其妙了 有什麼事情可以做,其實非建制派員我想請求一下你們,你教一下我 陳志全議員,一會兒你再說 有什麼事情我們可以做,我怎樣做,你們不會叫他們攬炒 說真的,全部都會執行,全部都沒有做 張超雄上次說,那三次他告訴我什麼呢? 他說如果他們執政就行了,為什麼執政就行了? 我聽著他說,他說如果他們執政,如果他們執政在香港 那些失業進援的話,失業救濟金,那二百億就夠了 我上禮拜講了那些主席 派成二千八百幾億,裡面二百億 失業救濟金不夠,只有佔七個百仙 他就整件事否決,那二千八百幾億不幫人,照頭撈 你的專業是幫那些失業人士 我們的專業是幫那些人士更新的嘛,大哥 我們不是希望每個人都要拿失業縱援的 張超雄做難民之父,你幫南亞裔人士我不會介意的 但你不要把我們香港人變成難民才行的 你看看 主席 五一黃金周,今天有幾個記者都問我 問我預示會怎樣 我說五一黃金周 以前其實,小時候都沒聽過 其實因為在國內有很多遊客過來香港 這是一個假期 大旺香港的零售業 飲食業,整個經濟鏈 所以越來越多人開公司 自己做老闆,請伙計 大旺整個香港嘛 我說今年,你跟我說五一黃金周 現在零遊客 你五一黃金周 今年的意義是沒有了的 我們只是靠本地的香港市民消費頂住 但是如果那些人 現在都是繼續 用一些任何的方式走出來 去一些不同的地方 令到那些人 害怕 不敢出來消費 拉閘 我可以保證 你繼續派錢的話 那些人都一定是失業的 張超雄 他在叫那些 要幫失業救濟金 以後只是拿失業救濟金 他一定成功 可能以後那些人 大部分都是沒有工作的 但是我想問 你有多少錢派呢? 你只有一萬一千多億 儲備在那裡 你這次也擺三千億了 我想買張超雄了 你派多久呢? 派完錢之後 你教我做什麼呢? 我真的覺得莫名其妙了 讓你執政 真的這樣走進香港 所以我這裡 對不起 我又說回 司法機構和法律援助署 不要令你難做 其實那些朋友 你只給兩千元 幫幫到多少 接下來有七八千 這些個案子 你猜那些人繼續走出來 看到全部都是小孩子 昨天被抓的那些人都會哭的 到時候他是不是要法律援助署呢? 是不是? 我們要撥多少錢在裡面呢? 左手來交給律師 右手去交給法官 全部都是香港人的錢 轉來轉去 我們可不可以從根 那裡開始告訴他們 他們不應該犯法呢? 他們走出來外面 知不知道在破壞香港的經濟呢? 知不知道其實很多人是沒有 這間公司要倒閉 很多飯碗全部都打破了 那些人沒有錢交租 家裡沒有地方住 你知不知道那些人 小朋友 上學都沒有錢給 沒有學費交 可不可以跟他們說一下呢? 攬炒到什麼時候呢? 我真的覺得奇怪 罷工、罷市、罷科 成功了 這個疫情就馬上告訴你 不用等18個月了 即場看到 全部都搞不定 個個都是倒閉 零售批發進口 現在連香港在國內的廠 那些老闆都頂不住 各行各地都全部倒閉 所以如果你們繼續告訴我 你們拿一個藉口 就是因為林鄭月娥 6月12號 去到6月15號 接著說是停了 只是遲了三天而已 你都要將香港打爆 打到零 打死了 全部人都要失業 你們繼續吧 張超雄你做特首吧 香港人永遠都記得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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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